市場我覺得兩岸政府都應該要知道 和平是得來不易的 所以應該都要心心念念把和平放在心裡面 所以雙方都應該要有所克制 那大陸方面的話 我覺得軍機的種種的一些跡象跟舉動 事實上對於台灣人民的 所謂的對大陸的一些觀感跟反應 那當然會產生傷害 這一點我覺得大陸也要評估 那台灣方面的話也要去思考說 整個國家的政策對於兩岸和平的這個影響 那麼所謂的單邊壓美國的這個路線 到底是不是符合台灣最大的利益 那我覺得台灣和平的非常久 所以很多人都忘了這個和平的價值 跟和平的重要性 那不只台灣忘了 我覺得大陸方面可能也忘了這方面的價值 所以真的和平很重要 所以希望兩岸政府都能夠節制彼此的行為 其實最大的所謂國防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盡其一切的能力不要去發生戰爭 那兩岸過去一直在所謂的競爭跟合作的過程當中 當然大陸對台灣的打壓一直都存在 可是你也可以看到馬政府執政的時候 基本上仍然可以在大陸打壓過程當中 維持兩岸的和平跟創造許多的一些建設性的交往 可是今天這些交往地基都一一不復存在 那變成是一個兵凶戰危的局面 今天台灣到底我們怎麼去思考我們的兩岸的這個政策 以及國際戰略的佈局 那我說過美國作為台灣的盟友當然重要 那台灣也需要適度的國防的一個武力 可是到底用什麼樣的國防品項 軍購的品項 武器的品項 這一點其實是要精打細算的 那更重要就是說我剛剛講就是說 很多的事情其實應該透過斡旋 跟透過所謂的折衝 跟透過所謂的談判溝通的方式 那這才是能夠本質性的去避免到 所謂的戰爭的局面 所以政府不能說今天所有的事情就是只壓單邊 這是我為什麼講說如果在馬政府時代的話 我們可以透過維持尊嚴 然後建構安全的國防武力 同時又能夠確保兩岸的和平 那這個我覺得才是一個比較平衡 而且負責任的治理國家的一個態度 其實答案就是三個字 不知道 可是問題就在於這不知道這三個字 我們要為一個不知道的三個字 到底要把我們的所謂的整個的安全 完全的像賭徒一樣去壓住嗎 誰能夠站出來跟我講 美國必然出兵或必然不出兵 到目前為止美國都還是採取戰略模糊 美國也沒有做出必然出兵的承諾跟保證 那甚至如果就算做出必然出兵的承諾跟保證 所謂的出兵的範圍 出兵的強度 以及出兵的所謂的全面還是局部 有非常多的變數 所以我們不能把所有的籌碼 跟所有我們國家安全 都壓在一個不可知的問題上 這是我為什麼講說政府它有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就是應該要仔細的去橫著包括兩岸之間量體的差別 力量的大小 以及怎麼樣去維持所謂的那個軍事 怎麼樣維持所謂的多邊的一個關係 這是為什麼講說我們應該要跟大陸交往 但是一樣美國仍然是我們的盟友 所以不是說今天在美中之間應該要進到選邊 雖然不選邊也有不選邊的困難 可是台灣就要做一個有智慧的一個判斷 怎麼在這個困難局面當中去尋求一個 對台灣的安全發展最有利的戰略位置 在台灣要當和平派是非常困難的 常在講說今天選擇仇中抗中的路線可以啊 那中國大陸會倒嗎 會亡嗎 如果他不會倒不會亡 中國大陸以及他14億的人口 那請問台灣我們是要對抗一年 十年 五十年 還是一百年 所以不管無論如何今天真正有智慧的 就是要尋得一個相處的方式 而這相處的方式尋得就需要台灣的人民 今天要讓各種不同的聲音同樣出現 當然有一些所謂的抗衡性的一些聲音要存在 但是一些和平派的聲音也一樣存在 這才是台灣最好的一個生存發展的利益